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数据 流数据的输入数据并不存储在可随机访问的磁盘或内存中 而是以一个或多个连续数据流的形式到达 常见的流数据有移动 通信日志 网络数据 日志 传输数据包 警报等 高性能集群平台日志 传感器 网络记录 金融数据如股票市场 社交数据等 流数据的处理与传统的数据词处理方法相比 有以下特点 第一 数据流的潜在大小也许是无限的 第二 数据元素在线到达 需要实时处理 否则数据的价值随时间的流逝可能会降低 第三 无法控制数据元素的到达顺序和数量 每次流入的数据顺序可能不一致 数量时多时少 第四 某个元素被处理后 要么被丢弃 要么被归档存储 第五 对于流数据的查询异常情况和相似类型比较耗时 人工检验日志相当乏味且已出错 近年来 流数据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广泛产生 研究和使用流数据的可视化和分析也是单下的研究热点 流数据处理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型 通常按处理目的和方法的不同 如具类 检索 监控等 会有不同的模型 在这里 我们选择一种参照Rajlamin2012的流数据处理过程进行讲解 我们把不同处理方法放在流数据处理器这样一个黑匣子里 综合可视化的过程得到了一个流数据的模型 流数据进入流处理器后 经过整理大部分原始数据 会保存在硅档数据库中 而另一部分关键数据保存在另一个便于存取的数据库中 作为可视化的数据来源 关键数据进入可视化处理器后 经过一系列可视映射和布局等可视化过程 转化为可视化输出 呈现给用户 用户的交互包括三个部分 一个是对输出内容的可视检索 一个是对可视布局的基本交互 另一个就是自定的数据定制 其中多数据库的设计既保护了原始数据 也提高了数据存取的效率 而多处理器的设计也是为了同样的两个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 用户对数据的定制 只对定制时间之后的流数据有效 这也是流数据的特性 只在数据到达的时刻被处理 流数据可视化按功能 可以分两种可视化类型 一种是监控型 用滑动窗口固定一个时间区间 把流数据转化为静态数据 数据更新方式可以是刷新 属于局部分析 另一种是叠加型的 或者是历史型的 把新产生的数据 可视映射到原来的历史数据 可视化结果上 更新方式是渐进式更新 属于全局分析 局部分析与全局分析各有侧重点 为了得到更加全面的分析结果 人们往往将两种可视化结合到一个系统中 为了不造成混乱 我将按数据类型来介绍流数据可视化的案例 分别是系统日制监控流数据 文本流数据 不同的流数据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略有交集 但是由于可视化目标不同 可视化方法有明显差异 系统日制数据反映了一台机器 一个计算集群的系统性能 是商业智能中最重要的数据 在工业界已经有Splunk Logely Floom等诸多或收费或开源的系统日制监控工具 这些工具在系统底层插入脚本 获取性能数据 再用基本的条形图 折线图等基本统计图和信息检索工具 得到系统性能的概要分析 Logtool是一个可视化用户浏览行为的工具 它通过分析数据包的不同IP地址和端口 判断用户正在使用的网络程序或者服务 整个可视化基于一天的时间长度 在图中的类似时钟的时间源 被均分为5分钟一格 一共288格 呈向源外放射式的柱状图 灰色柱代表网络上行流量 紫色柱代表用户收到了下行流量 大元内部的点滑线 代表用户发出的HTTP连接请求数目 基于这三个数据 可以判断网络流量 是不是由用户流量网页引起的 例如17点到18点这段时间的网络流量上升 是由于大量的网络流量 而20点到23点这段时间网络流量很大 却不都是网络流量 图中的蓝色泡泡则显示了使用谷歌服务 比如Google Maps YouTube这些需要和谷歌服务器链接的服务 上面提到了系统日志数据也有一部分为文本数据 如系统错误描述等 这部分主要从事件角度对文本进行可视分析 挖掘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变化 接下来我会以新闻事件数据和社交媒体数据为例 介绍文本流数据的可刷方法 Event River是一个广播新闻视频集合的交互式探索工具 Event River首先使用增量式剧类算法 从一系列事件中提取热门话题 然后用河流的隐喻将事件的语意和上下文 在一个布局界面中自然地表达出来 用户在Event River可视化结果上 可以进行丰富的交互操作 检索并浏览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事件 对话题事件做进一步的可视分析等等 这张图上的例子是用Event River可视化工具 对从2006年8月1日到24日的29211个新闻报告 进行了可视化 X轴是时间轴 一个事件有一段流表示 事件的重要性用流在Y轴上的宽度编码 在过滤了不重要的新闻事件后 相同颜色的事件在时间上连续 形成了一个持续进行的话题 话题中有代表性的事件 有两个文本标签标识 黄色背景的文本表达事件的内容关键词 而白色背景的文本表达事件的上下文信息 从图中可以看出 表示巴以关系的红色新闻事件 是2005年8月上旬的热门新闻话题 而到了8月下旬 话题转变为美国六岁的选美皇后 谋杀案的嫌疑犯 在泰国曼谱被拘捕的新闻 同学 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